吉安香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 孕育出了不少优质的农特产品 其中被誉为吉安四宝之一的芋头 从7月中开始进入了采收期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在农业科长彭莲祥的陪同下 和吉安香农会总干事张德奇 一同走访了南华村的芋头田 关心农友采收的进度 农友们坐在芋头田边以利落刀法 将一颗颗芋头处理干净后打包装箱 这里是位在于吉安香南华村的移触芋头田 每到了7月中旬开始就是芋头的采收期 吉安香长游淑珍也特别在农业科长彭莲祥的陪同下 与吉安香农会总干事张德奇一同走访芋头田 除了关心农友的采收进度 也亲自体验拔芋头的回汉辛劳 那事实上吉安的芋头真正要完全成熟 应该是在中秋节过后 那时候淀粉纸完全沉淀以后 那时候吉安的芋头是最好吃的 那可是因为现在全国的市场来讲 吉安的芋头品质在市面上还不错 价格也不错 所以现在农民都会应景7月半 然后采收来提供市场拍卖 那因为过去都是外线市来作为一个购买跟采购 所以在中间呢不免有一些价钱上的一些波动 吉安香公所希望来协助农民推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精进之下 所以谢谢华林县政府补助给吉安香公所 吉安香公所有效运用这笔经费来作为芋头跟赤宝的农产品的指向 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农友来减少他们的支出 也可以让我们吉安优良的品质在纸箱上面呈现 就是我们吉安特产到位的一些农特产 也挂上了这样的一个保证 属于檳榔新芋的吉安芋头 灌溉来自初音山上的纯净豪水 生长纬度日照充足 加上拥有最佳的熟成温度与空气品质 让每颗芋头都长得比脸还要大 吃起来更是口感松眠香气浓郁 乡长游淑珍也相信被誉为吉安市保之一的吉安芋 品质口感都不会输人 希望能在多元的行销推广下 让更多民众认识吉安的在地品牌 吉安芋头比脸大 品质第一有够赞 记者曲立琴吉安香报导